我們正式啟動2019台北杜鵑花季 台北市長柯文哲拿起焦花器 為異象裝置注入彩紗 象徵市府與在地產業 為杜鵑花細心灌溉 也宣告一年一度的台北杜鵑花季正式起跑 懸在白色情人節當天開幕 邀民眾一起到大岸森林公園 賞花野餐聽音樂會 感受春天的浪漫氛圍 接著這個地方的 我們的獨立書店 Lib House 咖啡店 我們慢慢的讓杜鵑花季 成為台北城南地區 一個很重要的春天的饗宴 以後在這個時期 也有很多外國觀光客 為了看杜鵑花來到台北 今年也想跟你去大安森林公園野餐更聽音樂 今年杜鵑花季以春天幸福有愛為主題 找來國民學姐黃靖瑩拍攝為電影 為活動宣傳 另外也和在地產業合作 推出相關產品 而長期協辦市府活動的 台播大寬屏 陽明山 金平道 大安文山 新台北數位有線電視 從其日起到4月6號 在公館商圈也會舉辦音樂會 邀民眾共同欣賞樂團表演 台播台北市的系統台 也配合台北市政府 即將在今天開始 一直到4月6號 在東莞商圈會跟11家的Live House合作有20場的音樂饗宴 除了聽音樂 賞花逛市集 北市府在大安森林公園還打造了幸福杜鵑花熊 民眾只要掃描QR Code完成連線就能抽精美好禮 有興趣的民眾可別錯過這場年度的文化饗宴 開播台北市新聞 邱世民 採訪報導